創作的路上 總是布滿大大小小的阻礙 很多時候你會 沒有靈感 沒有想法 腦袋裡一片空白 對我來說 創作不僅僅是一種抒發 一種紀錄 更是真實的呈現理想中的畫面 我想要看到最精細的畫質 最細膩的色彩 只有這樣我才能毫無束縛的自由創作 讓我腦海中的想法 感受耀然於眼前 呈現最真實的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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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收到BenQ寄給我的這台 新螢幕 這台螢幕我用了一個多月吧 我必須講 它是我用過最好的螢幕 我們先從外觀開始講起好了 BenQ無論是它的螢幕還是ScreenBar 設計都非常簡約 剛好抄對我的胃口 我是一個簡約主義的人 我很討厭那種 花花綠的一些奇怪的裝飾 你知道嗎 然後它的底座是金屬的 然後蠻有重量也蠻有質感的 而且它可以調整成垂直的角度 只是我現在有點懶得用 我會在這邊放給你們看 這裡有 這樣你在看直幅照片 或者是影片的時候 就會非常非常方便 PD2725U是4K解析度 IPS面板 並且涵蓋了95%的P3光色域 這讓你在影片剪輯調色還是修照片的時候 然後色彩完全不會失真 另外還有一點 這台螢幕它跟那個Mac的相容性非常好 雖然我不是Mac 我是用PC 但是這台電腦呢 它可以通過那個Thunderbolt 3 就是跟你的Mac系統 就是只要一條線搞定傳輸、聲音、影像 還有供電非常方便 PD2725U有通過HDR400的認證 所以你無論是在拿HDR去看Netflix 還是在看任何的影集的時候 你都能好好享受畫面帶給你的衝擊感 最後提到一點 這台螢幕有附贈一個 不是附贈 它附上一個旋鈕 你們剛剛在影片應該有看到吧 這個旋鈕呢 可以根據你自己喜好去調整那個 自訂儀那個旋鈕的功能 我自己是調整在亮度 這樣我就可以根據環境的變化 去調整我想要的亮度 所以眼睛比較不會受傷 另外它的按鈕可以切換色域 它有SRGB、P3廣色域以及那個Mac的色域 有了這樣的功能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你現在的顏色在其他的顯示器上面 會怎麼樣的呈現 好的 以上就是我使用BenQ的PD2725U的 一些一個月的使用心得 然後我會把購買連結 放在影片的下方的描述欄 然後各位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是喜歡攝影 從事一些影像相關行業的人 這台螢幕真的非常推薦你們 然後我後來去查才發現 BenQ是台灣品牌 不支持一下嗎 好啦那我們下部影片見